好 大家晚上好 首先呢 谢谢大家提交作业 咱们就利用几分钟时间来稍微点评一下 我只看照片 不知道谁拍的 我就说一下我onest的opinion 说到坏的地方大家也不要生气 就是为了大家共同提高 一共收了看了八张照片 后来那个谁 Laura好像几分钟前也提交了照片 那个作业 但是我那个没有来得及下载 咱们就先看这八张 咱们从后面往前看 这张照片呢 不错 他用了咱们还没有学到的crop技术 把下面黑边给裁掉了 不错 有一点呢 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水平线不是很直 这个呢 不直的话就会多多少少会影响观众 看张照片的这种审美观 咱们今天待会要讲一下 就是说调这个水平的什么地方 应该注意这个要调水平线 然后呢 讲到 这个作业的主要目的呢 一个是调色温 还一个是调这个 那个光亮程度 这个色温呢 我比较一下 跟其他照片相比 这个色温呢 好像调的还不是很到位 就说你看看 你 假如说 你看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至少用1比1 或者是2比1 把他照片放大 然后呢 去看他的脸 因为人像了嘛 人一看到这张照片 肯定会最先 看的什么地方 肯定是人脸 对吧 所以呢 建议大家把这个人脸打开 然后你看一下 你觉得他这个皮肤啊 跟咱们正常的皮肤 match吗 可能 稍微浓的一点 大家有没有觉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调的 还不是非常准确 这地方要稍微注意一点 然后呢 光亮程度还都不错 这是最后一张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一张 这张呢 也是自己学了crop 但是也同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线呢 没有给他弄平 也稍微注意一点 还有一地方呢 我比较picky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你这个照片crop以后啊 它这个长城观的比例 好像是很随意的 咱们今天要讲 要么保持这个圆片的 这个长和宽的这个比例 要么呢 你用什么正方形 或者是用什么形状 你这个好像是很随意的 这个呢 咱们今天要讲 然后呢 这个色温的话 我觉得还是稍微的 有点偏黄 这个地方 稍微一点偏黄 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2比1 或者1比1来把这个 人向给放大 然后你看一看 稍微偏黄一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色彩呢 咱们把这两个照片 比较一下 你发现 左边的色彩呢 虽然它的色温 稍微的没有调得到位 但是它的色彩 比这张照片的色彩 要稍微好一些 比如说你看看它的裙子 这是有这个颜色的 像右边这张照片的话呢 它几乎就成了白色的 我们家猫来了 所以就说这个地方曝光呢 稍微一点过度了 这是我想说的 好 咱们再看这个第三章 第三章的话呢 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cropped时候呢 没有注意这条线的平衡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长城观是很随意的 另外就是白平衡呢 白平衡我觉得调得不错 但是呢 有点稍微一点 那个光亮程度 稍微有点过了 所以呢 整个照片呢 有点发白了 所以你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直方图 你就觉得这个直方图的 那个小山呢 是往右边堆过去的 看到没有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大家一定要就是 往回拖一点 好 这是这样的照片 好 第四章照片 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就说白平衡是调得不错 就说这个肤色啊 看去还挺那个什么的 但是就说 整个光亮程度的话 还是有点过了 你看这个整个 这个人的皮肤啊 人的肤色呢 都还有他的身上的 那个 那个costume的 那个颜色啊 都有点漂白了 好 这一张 这张我猜哈 这是谁用手机来编辑的 所以他 这个很多这个information啊 都被都丢失了 所以你看这个照片的话 在手机上看可能是不错的 但是你要是把它放大的话 在电脑上看的话呢 觉得很多东西就 这颜色啊什么之类都没了 所以我是不建议用手机来 来编照片啊 同时的话也存在到这个cropped 这个问题 一个这条线没有拉直 再一个就是说他的长宽的比例 没有保持 好 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呢 跟第一张比较类似啊 就说他的白平衡呢 还是没有调到到位 颜色的还是不错 你看他这个 这个地上的这个紫色啊 和那个costume的那个紫色 还是很漂亮的 关键就是说 他这个脸 这个皮肤啊 肤色 这个白平衡调的不是很到位 这一张呢 那也是跟刚才第二张差不多 呃 就说白平衡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个光亮程度稍微一点过了 所以呢 整个照片好像有wash wash了一下啊 都漂白了 然后呢 Crob也同样的问题 呃 没有保持他的那个 那个长城观的ratio 这条线没有拉直 好 这是最后一张 我觉得这一张的话呢 还是呃 不错的 就说不光是这个白平衡调的很到位 而且这个颜色呢 光亮程度呢 都保持得不错 然后呢 尤其Crob的时候呢 这条线也给他拉直了 呃 但是我picky的话 就是这个长城观的比例 没有 没有保持 好 这是我对这些照片的点评 然后我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编辑的这个照片 啊 这是在liderroom里面调的啊 大家调的 看看一下哈 就说 我多多加了一些功能 加什么功能呢 第一个是不是这个 除了这个白平衡和光亮程度以外 我还加了去照 然后呢 还加了一个Vicnet 大家注意到Vicnet哈 就是说这个照片呢 四周是发黑的 它不是像刚才那个 看的照片一样 就是整个这个照片 都是一个一种光亮啊 你可以用这个 大家告诉大家 在什么地方 这个以后咱们要学啊 在Effect到处第二个 然后呢 没有加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啊 把它拖一下 使这样照片加了暗角啊 这样的话更能 突出这个Subject 然后呢 另外这样照片 我注意到 注意一下哈 它有一个缺陷 也就是说 它这个 你看那个Subject 在这张照片 那个Space上的一些 一个位置啊 我觉得它的头顶上 这个Space 还是缺少一部分 所以呢 我用 用加了这个Photoshop 把它 头顶上的Space呢 再增加了 这样看上去更舒服一些 好 这就是咱们上星期做的作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把你的参数 打开看一下是那个 你参数是什么参数 对 你说是什么参数 就是这个 就是色温 对 OK OK 在这哈 色温的话 我调了 2300 然后呢 Tint的是 -2200 然后呢 Exposure是 70 Shadow 是这样 我首先呢 先Crop Crop的时候呢 咱们待会要讲 要保持这个Ratio的话 长层宽的Ratio的话呢 大家按住这个Shift Key 这样的话呢 你不管怎么拖 它能保 保证这个长层宽的这个Ratio 我想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就是 没有按这个Shift Key的话呢 你就随便拖 拖成一个 相当于这个 好像 长方形的 还是正方形之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记住就是 你要保持这个Ratio的话呢 按一下Shift Key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你才能保证 它的Ratio 好 再把它往 右边拖一点 然后呢 刚才我讲的这个 线的问题啊 这个今天咱们要讲 你可以 用这个 Crop那个Tool呢 把它 这根线的拉平 看到没有 这个咱们待会要讲 那现在不用着急 好 把这张照片Crop完以后呢 首先呢 先把它光亮程度调一下 比如说 我觉得 它这个曝光不够啊 往右拖 然后呢 然后呢 Shadow的地方呢 要加 往右拖一点 Shadow是什么 我上回讲了 就相当于一个反光板 像一个Fuel Light 补光的 所以 一般照片 我都会 把这个Shadow往右拖 好 然后这光亮程度就差不多了 然后想像上面来调白平衡 白平衡呢 两种方法都可以 第一种就是到这地方调Auto 我觉得还不错 第二办法呢 也可以 咱们比如说咱们先回去 然后呢 用这个Selector 找这个白的地方 也可以 然后呢 把它照片放大以后 大家就看到 它的这样照片呢 有很多 很多小点点 因为它这个ISO 不是那ISO是1600拍的 所以它肯定是有照点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除下照 到这个Detail里面去 把这个Noise Reduction 给它 放到一半 大家一看 脸上就光滑多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脸上也还有一些斑点 比如说这个 它的右脸上 咱们可以用 今天要学的这个Crop Tool 给它 去掉 好 然后呢 它的牙齿还不够白 也够白了 然后呢 你到底用Brush 这个咱们要今天学的 把它牙齿给它弄白一些 很简单 好 这照片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以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按角给 弄上 这照片就差不多了 当然了 你要仔细的话 这底下 这地板上 有些 这些 那个 脏的东西 尽量要去掉 不然的话 它会 Destract 它的人眼 就会往那看 最理想的境界 就是说 人一看到你这样照片的话呢 它是往应该看的地方去看 就是它的脸 它的姿态 而不是要看它 在地上的一些 巴巴狠狠之类 脏的东西 好 然后呢 这是 再到那个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发现 它的头上的space 不够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可以再到那个 photoshop里面去 去把它这个space 加回来 也很简单 就是用这个tool 然后呢 往上稍微拖一点 然后呢 用这个 这个图章 然后慢慢的给它copy copy 比如说这个地方 好 慢慢一弄 几分钟就 出来这种效果了 好 这就是上 上节课咱们讲的 这个色温 和调光亮程度 我后来发现 有个地方 我没有 讲到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加一下 上节课我们提到了 怎么用这个 直方图 去看一张照片的 这个 从暗 到亮 这个range 大家还记得 从左到右 这五个area 是什么 大家背一下 一起背一下 最左边是什么 最左边呢 然后呢 第二呢 shadow 假如你不是很shure的话 你把那个光标 移到那地方去 它下面就会出现 中间呢 exposure 对吧 再往右呢 highlight 最右边是white 这就是说 从暗到 应该是从 从暗到亮的一个range 一般来说 假如你看到 这个直方图上啊 是一座山在中间 就像这个 这个slide的 上面这张图一样 这就说明呢 它这个对比度不够 该暗的地方不暗 该亮的地方不亮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让它这个直方图啊 变成像下面 这张直方图一样 就是说从暗到 这样的地方呢 都有 这样的话 达到了这种 high dynamic range 这地方我没有讲到 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大家 给大家补一下啊 怎么做呢 很简单啊 咱们用这张图 来做个示范 这样在阿拉斯加拍的啊 原图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讲过 大家看看这个直方图啊 它这个山呢 对在中间 这个black 基本上没有什么pixel 然后呢 最右边的 这个white 也没有什么pixel 好 上级看来我讲到了 在调这个 这个tony的时候呢 highlight呢 往左拖一点点 对吧 然后呢 shadow的话呢 往右拖一点 但是我没有讲到 这个white和black 应该怎么调啊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 要加上去的 呃 其实很简单 就是到了white 和black的地方的话呢 调的时候很简单 左手按下 shift key 然后呢 再点击一下 这个white black也是同样的道理 左手按下 shift 然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black 大家看没看 这张照片马上 就跟刚才那张照片 就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用那个 这个key看一下 before and after 这是before the change after change 是不是觉得第二张照片改了以后啊 就好像该按的就按 该量的量 比第一张照 比原来那个照片好多了 对吧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呃 他那个 那个lightroom啊 他自动的 把这个 白和暗的地方啊 给你调的 最佳状态 咱们看一看啊 这个white 再往右的话 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看这个 发生什么 这个情况啦 上一课咱们讲过的 saturate 不是 有一个 有个专门的术语 叫什么来的 start with the sea clipping yeah clipping 看到没有 你这个白色 再往东 再往右去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个 clipping 在那个什么 这个shorky是什么啊 是jkey 假如说你要想知道 当然你可以从那直方图上来看出来哈 当然你可以按一下j 这样的话呢 他图 他那个照片上就会显示出 这个红色的 for这个 那个过报 然后呢 假如说咱们来看看这个black 假如说我把这个black再往左拖一拖 他就会出现 这个black的clipping 大家看没看 下面这个右下角就出现这个蓝色的那个pixel了 然后同时在直方图上也表现出来了哈 所以这就是lightroom呢 给你给你自自动设置了最佳的white和最佳的black 是用左手按一下shift 然后double click叫white 然后呢 同样 按一下这个 这个shift key double click叫black 这样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最佳的white和最佳的这个black都设置好了 好 这是我上一要加的上一课的内容哈 那个田老师 我记得以前我上您的课的时候 您还讲过一个就是调这个white and black的时候 按着那个alt key 然后拉 然后看到那个他出现那个白点和黑点的时候就停 对 就是您以前讲过 你还记得哈 OK 这也是这种办法哈 大家可以试着 呃 按一下这个l key 那个mac的话是option 哈 按下去 然后呢 右手就用这个鼠标呢 来调下这个 那个white这个地方 大家看 现在呢64是最佳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画面上没有出现任何的东西 假如说你再往右 调的话 哎 他就出现了 这些红的还有蓝的 这就说明呢 这现在一点过了 76一点过了 所以你应该往左拖一拖 哎 到这个地方就合适了 同样的 那个黑的也是也是一样的 按下这个lt 在window上 mac的是option key 往左拖哈 哎 你往再往左拖一点点 他右下角就出现那个 这个clipping的哈 这是一种办法 当然了这个 double click shift double click 这个可能更 更加那个直接吧 啊 因为 lightroom直接给你找到这个 这个最佳点 好 这是上节课咱们讲的内容 今天这堂课呢 我稍微说了哈 是咱们整个lightroom里面 最最重要的一堂课哈 因为它cover了 我们日常用的最多的几个工具 包括裁剪 crop 包括spot removal 包括红眼 包括两个filter 然后呢 最后包括一个brush 咱们首先呢 来看看crop 把lightroom打开 好 咱们再看这张图吧 这张图肯定是要crop 对吧 因为它下面一大一大块是没法用的 crop呢 在咱们这个脂肪图的下面 这一行的最左边那个 大家看到我的鼠标了吗 好 第一个呢 就是crop 这个crop 这个tool啊 有很多学问在里头哈 首先 大家要click这个crop 才进入这个crop mode 然后呢 马上lightroom呢 就会出现一个方块 盖着你这张照片 好 这个方块的这个图形啊 我待会会花点时间来讲 怎么变 咱们先来看一看 怎么来实现这个crop 当然 假如说 这种情况你左手不任何 不按任何东西哈 你就用右手这样调的话呢 你是可以随意来调这个crop的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 我建议呢 大家左手一定要按一下这个shift key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这个照片的长成宽的ratio 大家试一下 按一下shift key以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光标啊 移到你想移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 我想往上移对吧 所以把光标移到最下面来 这样了 这个时候呢 lightroom就把这个光标啊 就变成了一个上下箭头 这种情况你就知道 哦 你可以移动了 好 按一下 左手 继续按一下这个shift啊 哎 你就发现 他这个crop以后的 这个图案呢 是跟原来的ratio是一样的 假如说你不问一下 他马上就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变回来啊 或者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光标啊 移到这个右下角 或者左上角 这样也可以同样的去 把他照片呢 给crop起来 好 假如说你crop了这种程度 发现这个人呢 偏左 对不对 里面这个小方块啊 是就你改动的照片的 这个方块 假如你觉得这个人 不在中间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 鼠标器啊 摁下去 然后呢 这时候就发现这个鼠标器 变成一个拳头了啊 他原来是一个手掌啊 摁下 左摁 鼠标的话呢 就变成一个拳头了 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照片移动 移动 直到这个人呢 在中间啊 然后呢 松开 好 然后呢 假如说你要把这个照片呢 给rotate 旋转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哈 这个荧幕这个线呢 不直哈 怎么办呢 大家把这个鼠标呢 移到这个照片以外 然后呢 看见这鼠标的鼠标点呢 就变成了一个上下 一个有带箭头的一个 一个symbol 好 这时候就说明 你可以rotate这个照片了 好 左 左手按下这个鼠标 然后呢 可以往下拖 也可以往上拖 直到这个荧幕下面那条线 跟这个方格的横线平行 就知道你这个线是平了 好 你可以click ok 你的crop第一步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你click done 或者是click这个crop tool 它就会退出这个crop mode 好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crop mode下面 它有一些 有些option哈 第一个option就是我刚才讲的 aspect 假如说 你是 你可以选择 original的 或者呢 按照它的这个suggestion 比如说我要用8.5乘11 5乘7 4乘3 你都可以 选择 来用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你这个地方啊 可以给它锁住 大家看到一个这个锁了吗 点击一下 它就会锁上 这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话 你就不需要 按下这个 这个shift key了 你不管怎么拖 它 永远会保持 这个aspect 这个ratio 因为你把这个地方锁上了 假如说你想任意的 自己来任意的定义 这个长层宽的话呢 你要double click下这个 one click 好 咱们来再看看第二张图 这张风光片啊 风光片呢 我想让大家 这个 看的地方呢 是 怎么调这个水平线 比如说 这张照片是这样的水平线 这个水平 肯定是不值的 对吧 然后呢 Lightroom呢 给你提供了 一个很直观的工具 叫angle 大家呢 用鼠标点击一下 这个angle 然后你的鼠标呢 就变成了这个 一个尺子 然后呢 你在这张照片上 任意 画两个点 比如说 从左边 这个地方 哎呦 跑掉了 按一下 然后呢 再画第二个点 哎 你来定义 这个水平线 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Lightroom呢 就跟进你这两个点 画了一条线 来 给你纠正 这个 水平线 水平线非常重要 尤其是大家喜欢拍风光照的 你水平线不值的话 人家一看你的照片 就很border 一定要把水平线调好 很简单的 好 这是 第一个 内容 第二个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非常 好用的 shortcut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人像照 对吧 但是呢 我的这个orientation呢 是一个landscape 对吧 我想 最后的照片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orientation呢 是叫portrait 大家看一下 对比一下 这个orientation呢 是 那个landscape 那怎么 很快的 把这个照片 给它变成portrait呢 当然 笨办法就是说 我给它 这样调 这样调 对 调完以后 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 是不是很 那个标准 有个shortcut 这是我用的 特别多的一个shortcut 什么shortcut呢 就是键盘上的x xyz的x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x呢 一定要是在你进入这个crop mode以后 才能用 不然的话呢 大家记得在library里头 这个x是什么意思 选照片的时候 x的话 delete掉了 是reject 然后 可以delete掉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click 这个crop 然后呢 再 点击 按一下x 马上 这样照片的orientation 就变成了portrait 然后呢 你再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把这样照 把这个 size啊 给它放小一点 好 同样 你要把它变回去 这个landscape也是x 它就变成一个landscape的 这个orientation 这是一个非常管用的shortcut 好 咱们来再看看 这个照片里的这个格子 大家 你们 library里面的这个格子啊 可能是跟我的不一样 对吧 有的可能还没有 没有的格子 这个格子呢 它的术语呢 叫overlay overlay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叫crop overlay 它是一种很有用的构图助理 它呢 来中呢 用它来帮助你 来 让你进 对你的照片进行构图 比如说咱们原来学过的 rude of third 我给大家看看一些照片 大家看没看过这个rude of third 对吧 把这个subject呢 放到这个三分线的点上 把这照片呢 上下 画成三部分 左右 画成三部分 然后呢 在中间的四个点呢 就是应该 你把subject 放到那个地方 这是 rude of third 然后呢 这个呢 叫那个triangle 叫那叫diag 下面一张是triangle 这个呢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 一个orientation 好 这一张呢 叫triangle 假如说你发现你照片上 这个subject 它是 是这种的 orientation 那么呢 你就可以用这种的 这种overlay 还有这个 黄金分割法 黄金分割法 大家熟悉吗 这个素质是多少 1比1.6 对吧 大家可以 看一下我的手 大家可以拿自己的左手 大家看的是我的右手 我的右手是你左手 anyway 就是说你左手 b啊 这个地方 到你的手掌的根 这个地方 这个比例 这个长度 跟你手掌的比例呢 是1.6比1 所以人的手掌 别看那么简单 它是 也是一种 那个黄金分割法 和这个比例啊 非常的 非常的 那个 最佳 像大家看这样图 这个 左边的这一块 跟中间这一块的比例呢 它就是一种黄金分割法 同样 最右边这个 跟中间这个 也是黄金分割法 同样的 上面 跟中间这个素条的 这个比例 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 这一种 也叫 黄金分割法 它的叫 Ovo 像 这样 这种 这种 构图方式 它的趣味点呢 是把这个灯塔 放在这个 这个地方 好 咱们来看看 这是比较 常用的几个构图法 来这种里面呢 都 可以用来借鉴 比如说 田老师 你的这个 构图 怎么出的斜线呢 我待会会 我马上就会讲 不着急 我再找一张 好的图 比如说 咱们看这张图 比如说 你这张图的话 你想借助 它的这个 刚才说的 这个overlay的话 大家按一下 这个O key 就是 OPQ 按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个来路呢 就会出现 这种各种的 不同的方格 咱们从最 从这个开始讲 这个呢 大家仔细看 它就是 The rule of third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 它有九个方格 对吧 然后呢 这四个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 The rule of third 好 假如你不喜欢 这个构图法的话呢 你再按一下O 它总是在 这个循环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Diagonal 再按一下 这是那个Triangle 这个呢 就是一般的 这是黄金分割法 好 这是那个黄金分割法 的这个 Spiral 然后呢 这是各种不同的 这种那个Size 这就是一般的方格 好 它又回到这个 The rule of third 这个 这个 假如说你记不得 这个Shortcut 在它这个Option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Tool下面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倒数第二个 叫Crop Guide Overlay 这名字都在这儿 Diagonal Triangle 然后呢 Golden Ratio Golden Spiral 还有Spector 那个Ratio 这个呢 就是Lightroom 给你提供的 一种构图的 这种 assistant 大家可以 就根据他的这个assistant呢 来进行构图 比如说这一张的话 我要把这个放到 三分法的地方 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上 Jenny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左上角是曝光过度的 正好 我可以把它 给它裁掉 然后呢 让Jenny这个脸呢 是在这个三分 左上角 这个三分点 好 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 Eva 这个圆图是 这样的 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照片右边 这个空间太大了 所以我可以 借用 这个构图 把他眼睛呢 尽量的放到 这个rule of third的 这个点上 哎 这构图就 就可以了 好 关键就是大家记得 就说 假如说你想 你不喜欢某一种 这个overlay的话 呃 你可以就是用那个 all key 去给它 换成 呃 另外一种 有什么问题吗 好 下面呢 咱们要讲一下 第二个tool 这就是那个 spot removal 点击一下 然后呢 你的鼠标呢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 小圆圈 这个小圆圈呢 呃 是你这个 想改变的这个area的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呢 是可以调节的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 买那种就是中间带滚轮的 那个鼠标哈 你可以用那个中间的滚轮啊 来控很容易的 来控制它的大小 假如你没有这个滚轮的话呢 你必须用键盘上的这个括号 大家看看enter enter那个键上面哈 有一个左括号 右括号对吧 大家可以呃 操作一下呃 比如说把eva这样照片打开吧 呃这样把那个张静这样照片打开 然后呢 把这样照片呢放大一点 放大照片是什么shortcut啊 还记得吗 这个地方呢 Ctrl 渐少呢 缩小呢 Ctrl Minus 对吧 ok好 把刚介绍的照片呢 给它放成这么大 1比1吧 确实是1比1啊 好 大家click click一下这个spotremoval 然后呢 用你键盘上的左括号 或者右括号呢 来控制这个圆圈的大小 我呢就用我的鼠标器中间的那滚轮滚轮来控制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这个lightroom 它右边有一个menu哈用它来控制 但是我觉得太烦了哈 你比如说你不小心拖一下 比如说你要拖到26 哎呦觉得太小太大啊 然后呢除了这个size以外呢 大家看一看它第二个呢叫feather feather呢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叫羽化 羽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我现在把这羽化啊 feather调的最大100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鼠标点啊 一下变成两个圈了 是不是 这个羽化的意思就是说 从变化到没有变化之间的这个过渡到底有多少啊 假如说你这羽化呢是没有的 是零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这个圆圈中间是变化的 这个圆圈以外 马上就是不是变化了 就是说它从变到不变 它没有一个过渡的一个地区啊 呃这个羽化呢 咱们待会讲brush的时候还要用到 呃在这个spot remove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就是呃不要羽化啊 然后呢这个opacity就是它的透明度 透明度的话就说你 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变化是不是要有透明 一般的话咱们都用呃都用了100啊 好 假如说你这些地方都设置好以后 咱们就可以对这画面上的一些 你你想去掉的一些呃 blemish污点啊 呃比如说雀斑呐啊 皱纹呐啊 都可以用这个呃 tool呢 给它去掉 咱们来练习一下啊 咱们看看 这个人脸上啊多多每个人脸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呃 blemish啊 这些雀斑之类的 比如说咱们要把这个这个吧 嘴唇上面这个这个地方去掉 怎么去掉呢 很简单 首先你把这个圆圈呢 给它调成 就是刚好大于这个你要去掉那个subject object啊 然后呢 调好以后呢 按一下 哎 来动呢 就会自动的在它周围找到一块 跟它texture和光亮都非常相似的地方呢 去填满 把它原来那个地方填一下 大家看看现在一下变成两个圆圈了 对吧 右边那个呢 是你的target area 左边那个呢 是它的source 也就是说lightroom呢 用左边这块地方呢 给填到右边那些地方去了 好 咱们再试一次哈 比如说它 这个 眼睛下面这一小点哈 我也想把它去掉 把它 把这个圆圈呢 稍微调小一点哈 然后呢 弄好以后 点击一下 哎 马上 这个 这个 一个黑点呢 这个黑点就不见了 假如for some reason 比如说它调整是这样的哈 它选的这个source啊 选的不好 大家看没看 这个source呢 有个箭头 看到没有 指到这个target 但是这回呢 它没有选好 没有选好怎么办呢 你可以manually去用光标 用鼠标 把这个source啊 这个地方 摁下去 然后呢 拖到一个地方 你认为是比较好的地方 随着你拖 它这个lino呢 就会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 为了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 我把它拖了眼睛上去 大家看了很清楚吧 它马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哈 说明那个地方不是最好的source 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你手松开 它就把这个地方给盖住了 神奇吧 好 这是一个点 假如说 一条线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什么纹 纹纹哈 我要把这张纹纹给去掉 怎么办呢 这回的话呢 就是要用一条线了 不是用一点了哈 还是同样的办法 大家先把这个 这个圆圈呢 大小调到合适 然后呢 从左边这个地方 摁一下左键 然后呢 不要松开 这个时候呢 用你的鼠标往右走 往右走 直到全部覆盖的这个 这个 皱纹 然后手松开 哎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 来的路呢 就找了一块 比较合适的地方 给它盖 覆盖过去了 看到没有 那条 呃 皱纹就不见了 大家再来操作一次哈 呃 大家看看它的 右眼 把这个皱纹去掉 首先 把这个圆圈 调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呢 摁下去 然后呢 cover它这个皱纹 假如说你觉得 它选的那个 硕士不对的话 不够理想的话呢 你可以同样的办法 把这个 拖到你认为 那个对的地方 好 很生气吧 大家自己来操作一下 好吧 好 然后呢 大家再看一下 你的lightroom 左下角哈 有一个 有一些option 大家要 要注意到 就是说 大家看看我的那个lightroom 我这个光标啊 在这照片里头的话呢 这个 改过的地方呢 它才有显示啊 我要把这个光标呢 移到外面去的话呢 哎 它这样照片 就这个 这个选 那个改动地方就不见了 这是什么地方恐惧 控制呢 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的鼠标哈 左下角呢 有tool overlay 然后呢 有几个选择 你可以打开一下 可以看到auto 还有 always selected never 一般我建议 大家用auto 或者是always哈 假如你选择never的话呢 你到时候就 哟 我刚才改的地方在哪 找不到了哈 auto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照片里头 它就会显示出来 在这个 我的鼠标哈 在外头的话呢 它就 它就disappear了 它hide起来 让你更好地看这张照片 好 大家再看 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 这张照片呢 我一共修改了三次 对吧 每一次呢 这个地方呢 叫bin 啊 p-i-n 大家看没看到 这个 这个pin呢 这个圆点呢 这两个是白的 只有 左上角那个是 中间是黑点的 就说明 它在任何以后 任何时候的话呢 都只有一个 这个改动的地方啊 它是active 里面有黑点的 是说明active 这个白点呢 是不是active 你要对 这个地方的改动 你要做update的话呢 你必须make sure 它是active 好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不太满意 我需要给它 呃 改动 比如说我要 要给它delete掉 你可以right click 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delete掉 或者呢 重新选择这个new source 大家看到这个new source吧 是这个forward slash 它的意思是说 哎呦 我这个不小心 把这个delete掉 好 make sure它是active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shortcut 按一下这个forward slash 它就会自动的去找新的这个source 看到没有 或者你干脆把它delete掉 make sure is active 然后呢 select delete 那个key 就可以了 好 这是 基本的function 这个spot removal 另外还有地方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看看 我的 那个lightroom 鼠标器 在这个 这个spot removal 右上角啊 有两个option 第一个呢 叫clone 第二个呢 叫heal 这是两种不同的spot removal的方式 一般来说 用了比较多的呢 是heal 这clone呢 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一下 假如我现在选择clone 你要点击一下clone 好 现在是clone 那个spot removal clone的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 regardless 你的这个texture 或者是这个toning 就是光亮程度 我 看 大家看到这个区别出来了吧 我要选择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看这个 这个新选的点呢 就跟周围啊 非常的不match 看到没有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我把这个圆圈弄大一点啊 看了这个看清楚了吧 他就说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 从这块地方取一块 补到那地方去 不改变任何东西 这样就非常的生硬 非常的不smooth 假如说你把这个改成heal 大家看了一下 这就非常的smooth 它这个新的改动啊 跟它周围的这个texture 和它的toning都非常的match 所以呢 在改人像照片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 一般都要用heal 这是clone和heal的 一个重要的区别 好 还有一个地方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说 特别是人像 改人像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都要至少用 1比1 这个actual size 去改动 好 最后一个地方 我们要讲的呢 是大家看看左下角 有一个特殊的工具 叫visualize sports 咱们用阿拉斯加那样照片 来做个例子 这样照片啊 大家看了有很多问题啊 除了这个contrast的问题以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照片上有很多这个小黑点 我把它放大一点看哈 这是数码相机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啊 就是说它这个sensor sensor很容易脏 一脏的话呢 你照出的照片呢 就会出现这些小黑点 看到吗 看到吗 右边 右边 还有这个水里头也很多小黑点哈 这小黑点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tool呢 来把它去除掉 然后lightroom呢 同时也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方便的tool 叫visualize sports 大家把这张照片打开 然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visualize sports 这照片是不是就不好看了哈 看不太清楚了 但是呢 它实际上 你可以把这个点呢 给它弄小一点哈 它的意图呢 就是说把那些点呢 给你表现出来了 比如说看 这个就是一个污点 这也是个污点 然后呢 这边也是污点 这也是污点 所以这个tool呢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找到 这张照片上的一些 你想去掉的一些一般点 我建议大家以后 比如说你要参加这个摄影比赛啊 或者是摄影展览啊 建议大家在把这照片打出来之前哈 或者是送出去打印之前 一定要用这个办法 把你照片上的这些 那个sensor上的dust啊 这些污点呢 给去掉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 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呢 讲了讲到这个navigator的时候呢 有一种最 最直接的办法 让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每一个点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讲的 可能不记得 没关系 也就是说 把这个照片放成一比一大哈 然后呢 在这个navigator上啊 用pitchdown pitchup 去找看这张照片 这样呢 你看得更仔细一点啊 咱们来操作一下 比如说 从这开始 这个还行啊 往下走 哎 这有一个斑点 好 click一下 哎 他就把这斑点去掉了 然后这有一个装点 哎 大家看第二个就不是不怎么smooth哈 因为怎么因为我刚才不小心用的clone 所以大家给它改过来 给它改成这个heal 改成heal呢 刚才那个呢 是没有变过来的 所以呢 你either可以给它update一下 然后它改过来了哈 或者呢 是把它去掉 重新 再用这个heal 这个spot removal 给它去掉 好 咱们继续走 用那个pitchdown 键盘上的pitchdown 往下走 哎 这个 这部分没问题 好 到这地方 这有一个斑点 这有斑点 这有斑点 好 这水里头有斑点 你不注意的话 照片上有很多斑点 尤其你用相机用了很久了 或者是经常换镜头的话呢 你这个照片上 会多多少少出现这些斑点的 好 这些就处理完了 然后呢 再回到这个 这样照片 或者呢 大家可以采用 结合用一下这个 刚才讲的 Visualize Spot 然后呢 可以 但是我不太不太喜欢 这个 你用了这个option以后 这个照片就好像 看不太清楚了 像那个底片一样 好 有什么问题吗 Spot Removal 我接下来呢 要讲两个非常有用的这个小技巧啊 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Ctrl Z 是Undo 比如说你 做了什么变动 比如说咱们用那个 这人像这样照片吗 这样照片哈 我们刚才讲了 比如说我给它改动 不小心 把这个嘴巴给弄弄弄弄坏了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当然你可以去 可以给它delete 对吧 还有一种更 直接的办法 就是Ctrl Z 去Undo 它自动会把这个 把这个地方给去掉 它 Lightroom跟那个Photoshop 有点不太一样 在Photoshop里面 你要Ctrl L的Z 对吧 才能不断地往前走 在Lightroom里面的话 更简单 就是Ctrl Z 你可以一直往前走 可以Roll back Roll back Roll back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第一个改动 把他头发 第二个改动 他头发 第三个 把他手指改动一下 假如我这三个operation 我都不想做 怎么办呢 Ctrl Z 再Ctrl Z 再Ctrl Z 他就把 刚才的三个operation 都给他Undo了 假如说你不是很Sure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Lightroom里面的菜单 叫Edit 这里面有这个Shortcut 第一个叫UndoSelection Ctrl Z Redo的话 是Ctrl Y 这是第一个小技巧 第二个小技巧呢 非常非常的管用 什么小技巧呢 比如说你进入了这个某一种 Editing的Mode 比如说这个Sport Removal 对吧 我现在呢 在他在弄脸上 假如说这个时候我想看 移到他的手臂上去 怎么办呢 你这个光标啊 已经变成这个Sport Removal 你这不能移对不对 你怎么能很快的去转转出这个退出这个Mode 这有一个Shortcut 非常的非常管用 就是Spacebar 大家按一下 按下去这个Spacebar hold得住 这时候呢 这个鼠标器呢 就变成了一个手的样子 你看到手的样子的话 就知道你可以来移动照片了 移到这手的地方 我看到这两个斑点 好 假如说你Ready的话呢 你再松开那个Spacebar 这样的话 他这个马上就回到 刚才你这个Editing的Mode 现在是这个Sport Removal 你可以继续去 给他把手臂上的这个污点呢 给去掉 非常非常的管用 假如说我这时候编辑完了 他的手 我想回到他的脸上去 怎么办呢 记住左手 按一下那个Spacebar 这个鼠标器一下 变成了这个手掌 然后你可以拖 拖 拖 拖到他脸上去了 来大家自己来操作一下 好吧 当你把照片放大 你怎么很快的 从照片的一角 移到照片的另外一角 通过按一下这个Spacebar 好 有什么问题吗 都是呃 非常的这个 streetforward的哈 关键就是大家要 要多做练习 这样的话呢 才能 才能记得住 呃 这就是我想cover的第二个tool 呃 Spot Removal 哦 另外就是像任何的那个menu一样哈 大家可以就是大家看到我的那个手掌器 它这有一个bar哈 上面是白的下面是黑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来做比较的 比如说我刚才改动了几个地方对吧 我想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哎 你可以把这个bar往下拖一下 这呢 就是你改动之前的 然后呢 往上拖 是改动之后的 或者呢 你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咱们学过的哈 before and after 按一下这个 backward slash对吧 backward slash 按一下 before 大家看看这个照片的右上角有个字哈 然后呢 按一下 好 ok 这就是咱们要讲的这个spot removal 第二个tool 再往右呢 呃 是消红眼的哈 这个非常的那个 streetforward的 呃 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张就是戴红眼的这张照片哈 这种照片哈 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下下去自己做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这个click这个tool 然后呢到眼睛上去取去 然后呢 他可以把这个眼睛就是眼珠啊 从红色变成其他颜色 这个非常的简单 好 再往右呢 还有三个tool 这个方块呢 这个tool呢 叫graduate filter 这个圆圈呢 是radiate filter 咱们这两个filter呢 咱们待会再讲 咱们下面呢 先讲一下最右边这个tool 这是一个brush 就刷子 这个刷子啊 非常的powerful啊 在讲这个刷子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在编辑照片的时候哈 呃 有一个 一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个变动啊 是global 还是local global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变动啊 你的变动啊 会影响整个照片 像大会咱们讲的这个graduate filter 和那个radiate filter 这两个tool呢 都是global change 然后这个brush呢 是另外一种意思 是local local意思是什么呢 local的意思就是说 我只是对这样照片的 局部进行改动 而不是对照片的整个地方 进行改动 这就叫local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哈 呃 呃 咱们待会儿再讲这个 两个filter的时候呢 大家呃 慢慢对比消化 好 咱们先讲讲这个brush 这brush呢 呃 它的shortcut是k 好 好 大家可以 启动一下哈 按一下k 这样的话呢 最右边那个brush呢 它就会亮 就是这个周围 有那个点点啊 就会亮出来 说明你已经进入了这个brush mode 啊 在讲brush的时候呢 呃 看会儿 可能用这样照片吧 好 我要先把这个几个概念给大家讲清楚哈 大家呃 看看我的那个鼠标器哈 我把它拖到这个brush的最下面 你也可以对照一下对照一下你的那个lightroom哈 在brush底下 有这几个呃 turn 我要跟他讲一下 第一个呢 是a b 就是说啊 你同时可以用两种不同的brush 比如说你不同的size 啊 然后第三个呢是enrazer enraze 就是给它这个消除 好 第一个选择呢 是size 那现在看看哈 我现在呢 size9.0 呃 这个看不太清楚 我用 红色吧 我再做一遍哈 我这个恐求自己太多了 多了一步 好 回到这张照片上来 我现在把这个 把这个exposure给它 变成负四哈 ok 回到这地方来 这个size呢很好理解哈 比如说这是 这是9 我要是变大一点的话呢 哎 这是16 这就是不 这就是你的那个brush size啊 这个feather 刚才咱们讲了一下哈 他是指这个从变到不变之间的一个变化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是 刚才这个哈 是feather 100 我现在呢 把它feather呢 变成0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角 左边呢 这是feather100 也就是说它从变和不变中间有个过渡 看到吗 它非常的gradually从变到不变 而最右边这个呢 feather呢 是zero feather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过渡 所以呢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 看到吗 这就是feather的这个 effect 好 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叫flow flow呢 可以从0到100 刚才呢 咱们是100 啊 咱们现在呢 给它变成 刚才这个是100啊 咱们更变成一半吧 50 看了没有 这个是左边这个是100 就是flow100 右边呢 这是50 这是50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呃 我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哈 就是这个flow啊 就相当一个 呃 水龙头 就是水龙头 你开多大 左边那个100呢 是开的最大了 所以它出的水啊 出了很多 但是右边那个50呢 哎 我只是让它出一半的水 把它关掉一部分 这样的话呢 它出出来的水呢 就没有100的那么多 但是呢 你可以 再 弄一次 再弄一次 这样的话呢 它gradually的话呢 它 跟前面的100 对 最后的这个这个volume 是一样的 呃 弄这个flow 不用100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Selena在那个讲那个 呃 photoshop里面讲的哈 就说 你编辑编辑照片的时候啊 尤其有哪些 那些sensitive的地方啊 你不要一下子 就让它变成百分之百的这个flow 你让它少一点 比如说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二 然后你多试几次 多多多刷几次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个 顺序见证的一个一个过程 这是flow 然后咱们再看看最后一个 叫density 就它的这个 中文怎么说 它的浓缩度 这个怎么理解呢 刚才咱们讲了flow 像一个水管啊 这个density的话呢 就像一个filter 怎么理解呢 呃 比如说 咱们去呃 用水龙头去浇地 假如说你水龙头直接浇地 没有这个 下面没有一个过滤器 这样的话呢 你用了多大水 你浇到地下就是多大的水 对吧 但是呢 在某些场合呢 你需要过滤一下 就是说 让它啊 这个水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 都浇到地底去 有一个 呃 除了这个 怎么怎么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这个turn哈 有一个比喻 大家可以呃 可以用到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density啊 想成你的credit卡信用卡 credit卡的这个limit 就是你每次是用完你的那个信用度limit 还是说哎 每次我只用到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好 当然了这个density不是说呃 经常用得上哈 我一般的话就是 就是用百分之百 但是在某些场合场景下呢 你是要用的用的到的 你说你不想让让那那么多水 呃 brush 能那个 在这个照片上变化太大 我想 慢慢的呃 那个非常的非常的 那个轻微的去调调这张照片 这就是我要想 把这个在讲这个brush之前呢 把这些turn呢 给大家讲清楚 另外呢最后一个呢 大家看到 在flow和density中间呢 有个叫automask 这也是一个很管用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地方 这automask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把这张照片给去掉哈 这画的那个brush给去掉哈 我可以用那个reset对吧 然后呢 放大 然后呢放大 好 比如说 我想 我想 这我想把这些山呢 给它 弄亮弄亮一些 好 所以呢我可以用直接用这个brush tool 然后呢 点击一下 这一个job down list哈 点击一下 你会看到 它有很多 这个option 用的比较多的呢 brush呢 呃 一个是这个burn和dodge 换成那个这个日常用语的话 就是darken和lighten 就是把照片给呃 变亮了或者变暗 呃 还有其他的几个常用的呢 一个就是这个situation 这个咱们要待会做练习的 还有一个呢 是color 呃 还有一个呢 做人像照片的修改的话呢 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soft skin 就是把你皮肤给它呃 漂白 还有就是咱们刚才呃 我用到的就是把牙齿给弄白 好 这张图呢 咱们选用这个dodge 也就是把这个照片呢 给它稍微变亮一点 大家看一看 选择了这个dodge以后呢 它马上你看到没有exposure 就给你增加到0.25了 去说明哎 你要把这个这个 这个亮度呢 调亮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是automask是check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brush的时候啊 你这个brush呢 包括的山的上面的这个云彩 这个地方 也刷到了 这个地方 你刷到哪些地方呢 现在看不太清楚呢 对吧 哎 有一个有一个tool呢 来帮助你来看你做了哪些地方呢 嗯 改变 这个shortcut呢 也是刚才咱们学的o 你按一下o的话呢 这lightroom啊 就会在你刚才刷的地方啊 显示显示出红色来 这红色呢 就说你刚才做的变化的 把这部分呢 给加亮了 大家看没看到 尽管我的圆圈啊 你看现在我的圆圈 也刷到了山的上面 对吧 但是呢 因为这个automask 来的用 并没有在这山的上面 去给它把它exposure变亮 这就是automask的好处 所以大家在用这个brush的时候啊 已经 待会咱们要讲这两个filter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假如说你想 不想把这个变化呀 变化到其他地方去的话呢 一定一定要把这个automask 给check checkmark 好 呃 咱们回到 这个 把它这样图哈 给它弄小 说小一点哈 好 比如说我想把 我想把 我想把 左边这块山呢 也想给它弄大一点 对吧 哎 不是弄大 弄亮一点 这个地方给弄亮一点 你都可以用这个brush的办法 我再抢 哎呦这个地方就多了点哈 没关系 假如你不小心哈 呃 图了 这个其他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 呃 erase 掉 刚才咱们讲这个to 哈 这下面有个erase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 按一下这个alt这个键 呃 max上面是option 你按下去 它的鼠标啊 马上中间那个加号啊 就变成了减号 大家看我按下去 变成减号 变成减号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你的鼠标器 已经变成了一个橡皮擦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地方 给擦掉 好 这是跟那个photoshop是一样的哈 比如说这个地方 水里头我们也不想要把它擦掉 好 那我还得强调一点哈 就是说大家现在看的这个 这个上面是红颜色 对吧 这个红颜色并不是真正的 这个颜色哈 它只是一种一种工具 来帮助你 让你知道 你那些改动是在什么地方哈 你可以把这些红 这个红颜色给它disable掉 是什么key啊 同样的key allkey 你按一下 它就没有了 同样 它这个小圆点哈 叫pin 它就提示你 这个是有变化的 是你刚才 呃 刚刚刷过的 把它刷亮了 提示你 呃 大家看看左下角 跟刚才这个 我咱们讲的一样 它有好多option always auto 我一般是让大家选择auto哈 auto的话呢 你把的鼠标移到这个照片上去 你就会看到 呃 这个这个变化 好 这就是brush的basic function 但是大家 大家看没看到 这里头的dropdown list呀 非常之多 所以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 呃下面呢我给大家举些个例子哈 大家就 大家就那个脑洞大开哈 看看哇这个brush 竟然有这么大的那个威力哈 咱们首先 看 Eva这样照片哈 这样照片呢 呃 先给它crop一下哈 我还是喜欢 这样的crop 好 呃 人物照片吧 你总想 突 呃 突出主题对吧 把这个旁边啊 周围的地方啊 太亮了 我是给它弄暗一点 对吧 怎么怎么办呢 哎 我就会用brush 然后呢 选择这个burn 它是变暗 对吧 点 点击这个burn 你会看到这exposure啊 他马上给你剪到3 那个0.3 我弦还不够 我给它再给它 加多一点 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 更清楚一些 比如我剪一档 好 弄完以后呢 我再看把这个 这个brush的size呢 给它调大 用那个中间的滚轮哈 或者是用你键盘上的 那个右括号 好 我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刷了 千万不要刷这个 这个模特 我只是要把这个周围 给它变暗 这就跟咱们刚才做的这个vignet 就是暗角 这个效果是类似的哈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可以用那个 brush tool来打到 好 然后呢 咱们再做另外一张 比如说这是Eva的另外一张照片 我现在可以 我觉得这楼花非常好看哈 我怎么呢 我想把这样照片呢 变成黑白的照片 但是这样花呢 我还是想保留这个color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弄呢 可能也可以用brush 点击一下brush 然后选择一下 这个什么saturation 大家还记得吗 saturation变成零的话呢 就是黑白的 对吧 好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saturation呢 变成零 好 我现在就把这个 整个照片啊 给它刷成 白色了 但是这种花呢 我不刷 好 假如说你觉得 哎呦 我还不是很清楚哪些地方刷 哪地方没刷 怎么办呢 哎 想起那个ok的吗 按一下o 哎 他很清楚的告诉你 哪地方你刷过 哪地方你没刷过 哎 没刷过的地方你重新刷一下 千万不要碰到这个花的地方 好 你再按一下o 哎 这样特殊的效果的照片就出来了 很有意思吧 好 咱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看看那个 嗯 嗯 同样的 这样照片给它还原啊 Kick这个reset 还原了 哎 呃 哇 我觉得这个 这模特这个衣服啊 好像 不太没有颜色 我可以试来一点颜色看看 所以你到brush里头去 然后选择一下color 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color的选项 你点击一下 你就可以选任何的color 比如说咱们要红颜色 好 可能好认一些 好 选完以后你可以 它这个颜色不是很鲜艳 我把这个situation给它调亮一点 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这是一种就把衣服稍微调成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办法 比如说你这张照片的背景 白的 原来是白的 对吧 你可以通过brush 把它背景给它涂成浅红色 或者浅绿色 这也是一种应用 好 再回来刚才咱们讲过的 人像照片你要肯定要把人的牙齿 给它弄白 对吧 比如说咱们用这样照片 这个童天乐的牙齿在那 虽然是挺白的 咱们再给它弄白一点 好 点击一下这个brush 然后从这个dropdown list里 下面选择这个牙齿挑白 你一看 这牙齿这么小 所以你要把这照片放大 control plus plus 好 然后把你的brush的size 给它调好 然后 假如说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saturation再调大一点 千万注意不要移动 你看那个过了 过的话 它就把这个area往右移了 这牙齿就 它本来牙齿就白 一下就弄白了 这是漂白牙齿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编辑人像照片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叫soft skin 咱们来试一试 咱们还是用这样照片 它本来就不是skin本来就好看 所以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看 同样道理 click这个brush 然后到这个job down list里面去选择 这个soft skin before you brush 我要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bar 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做的变动啊 就是咱们原来讲过的clarity 还记得咱们在讲那个上一星期讲那个 讲这个basic的时候 我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啊 讲这个presence clarity 在人像的时候呢 要往左拖对吧 风光照片的时候呢 要往右拖 就是这个道理啊 clarity要往左拖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假如咱们用brush啊 用soft skin 你看看它的clarity 变动了多少 负100了 它的 也就是说 soft skin 是怎样达到的呢 是通过改变这个clarity 但是我一般 呃 不要 跟大家说不要用这个-100哈 -100的话呢 你就觉得这个 改动太太假了 你可以试试哈 这是-100 改动以后你觉得这个 这个皮肤啊 不是很natural 不是很natural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般呢 不要用不用超过50 就是差不多呃 15左右吧 15到20 同样假如说 这个人人的脸哈 非常的sensitive 对吧 你不知道哪一样刷过 哪一样没刷过 诶 可以借用那个 overlay的key 哦 诶 你就知道 哪一样刷过 哪一样没刷过哈 还一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不要去碰眼睛哈 因为人看照片都是首先看眼睛 假如你眼睛变软的话 变成改变的话呢 就觉得很怪怪的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照片给放大 然后呢 要不要碰到眼睛 好 编完以后呢 他可以 按一下okey 然后这个overlay就没有了 好 好 这就是我要cover的brush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估计讲的内容挺多的哈 大家要慢慢消化 大家要慢慢消化 要慢慢操作 呃 要不这样吧 杰老师 你那个op是那个alt吗 不是 就是那个o 那个字母的o 哦 啊 这个用途非常多哈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的 那个改动 你要印一下o 他就告你 杰丹老师有一个问题 嗯 你刚才用这个brush 做他的这个soft skin 会不会可以用他就是做局部的锐化也可以用他就是把clarity把它放的最大 放的最大锐化你干嘛要锐化 不是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要想把眼睛给他更sharp一点 对可以的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用途对没错 比如说 但是你一定要选选好地方啊 比如说现在我 这个地方我把这个clarity给他弄的最最右边一摆了 你看他皮肤就不行了好不好看了哈 所以就是千万不能弄皮肤哈 弄眼睛可以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very good observation 啊还有这个你你也可以调它的sharpness哈 你刚才讲怎么把眼睛给锐化啊什么东西给锐化你可以 呃 这还有一个sharpness 选择sharpness以后呢 你可以用的brush去刷他眼睛 这样的话呢他的眼睛就会变成的非常的sharp 啊 呃 还可以用这个brush来刷他的这个这个白平衡 这就是local的这个白平衡的处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刚才回到这个那样照片上去哈 啊咱们去昨天就上去你们做了练习啊 这样照片 这个照片呢是global的白平衡对吧 整个都变 但是你可以哎通过brush呢 只是把其中的某地方给变了 比如说他你你你你嫌某些地方他太过太过绿了 或者太过红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交交正这个白平衡的方式把它局部的呃变动 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好没问题咱们继续讲哈 咱们讲接下来讲两个filter 呃第一个呢是这个方块叫呃graduate filter 呃在座的有没有人用过那个graduate filter 就是真正的那个那个过滤镜呃 呃什么时候用用的过滤镜呢 哎我这一样 你说的是你说的是那个方块那个是吧 哎方块的不是不是那个不是nd filter哈 是graduate filter 就是就是有一个长方形它是渐变的吗 哎叫中文叫渐变滤镜 嗯嗯好渐变滤镜用了什么地方呢 哎大家看看这样这样图哈 照这样图的时候呢 哎你就要用到假如说你不做后期的话呢 你就要用到渐变滤镜 什么意思呢大家看看分析一下在图 下面呢三分之一啊是黑的 上面呢三分之二呢就是亮的 假如你不不做处理的话呢 那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呃就曝光不不足不足 对吧哎 没关系 这个渐变滤镜呢大家不用买 哈哈哈哈 那个谁那个 那个谁那个Sam老师 经常推荐他的那个渐变滤镜哈 假如你以后懂得怎么用这个lightroom里头的graduate filter以后啊 建议你把你的这个渐变滤镜退掉卖掉 他功能是一样的 好渐变滤镜它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叫graduate哈 大家看一看 点击一下进入这个mode或者是用shortcutm 好 他 你的鼠标啊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十字 这个十字呢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来 做变动了 你可以画拖 比如说我原来是 这个 我想把这个最下面的三分之一哈 给它 变亮对吧 这是我的目标 所以呢 我可以把这光标啊移到最下面 然后呢 后的左 左键 往上拖 直到拖到这个地方为止 covered 大家看到有三条线哈 中间这条线呢 叫center 然后呢上面和这条线之间 这个area呢 都会按照你的指令进行变化 好 我再做一遍 假如说大家觉得 这个拖的时候很难拖 哎呦这个怎么变成到的了 哎呦不太容易啊 哎 这有一个shortcut 就是shift 你按一下shift键 你再拖的话呢 哎 它能保证 你这个线呢 就是 非常的直 我再做一遍 按一下shift 它这个线就不会跑来跑去的 对不对 那这可以操作一下 好 然后呢 这个 假如说 某某种情况下哈 你想固定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在什么地方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下 lt alt alt 那个mac呢 是那个option 我先把它delete掉 你按一下lk的时候呢 你这个鼠标的地方啊 就会成为你的center 然后你拖的话呢 它中间那个center呢 它中间那个center呢 不会动 它动的呢 只是上面那条线 和下面那条线 同样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 它这个线呢 晃了晃去 你这时候可以按 按一下shift 和lt 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 画这条线了哈 我再做一遍哈 按一下shift 和lt 然后呢 这个鼠标呢 在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话 中间的位置定下定下来 它改变的是上面那条线 下面那条线 好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黑的地方啊 给它变亮对吧 所以你你从这个dropdown list里面 去选择什么 咱们刚才学过的dodge 对吧 我要把它变亮 你选择了dodge以后呢 它在exposure的地方 就变成 把你这个值往右拖了0.25 我估计这个0.25是不够 我可以再往上加一加哈 变成 它可以看它的 随着你的那个鼠标的往右拖动哈 它这个图案也就 慢慢的变亮了 看没看到 假如说你觉得 这个上面这一块还是太黑 没关系 你可以呢 再create一个一个新的graduate filter 比如我再点击一下新的 这个new 然后呢 我知道这回呢 我只是在这个上面这一块呢 要变动 所以呢我要用elt key max的那个option 同时你按一下这个shift 好 再变动一次 好选择 还是选择这个dodge 好 上面这一块呢变亮了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块哈也变亮了 是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它这个是这样定义的哈 这是中间 这是上面那条线 还有下面那条线 然后呢 咱们的起始点是在下面对吧 所以呢它会 把最上面这一块呢 是百分之百的变化 然后呢中间呢是百分之五十的变化 然后最下那一块呢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变化 它一个迅速渐进的一个变动 所以呢它会它会把下面这个地方呢 也做了做改动 但是假如说你觉得下面这个改动呢 你不需要怎么办呢 哎大家注意看看你的这个gradual filter 那这个以后呢 甚至是右边哈 hay一个brush 就是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个brush 大家点击这个 然后呢 这个鼠标器呢 就变成了那个什么 一个brush 一个圆圈 然后呢 我要 把这个地方啊 给它变暗 对吧 太太亮了 所以呢 我可以选择一下 这回选择什么了 选择这个burn 对吧 好 它是给你首选是0.3 假如你想再多一点的话 比如说0.5 好 你就去刷这个地方 我刚才我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brush这个地方 它把这个地方还是变成了active 所以你把这个exposure 给它降低以后 它会影响这个地方 田老师 你刚才说的是能反过来吗 就是它这个渐进进 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其实想中间那一块 把它稍微拉亮一点 对 然后呢 它会自动把下面一块拉亮 对不对 更拉亮 对 对没错 所以你想办法 把下面这个拉亮的变暗 对不对 对是这样 但是它有没有能反过来 就是上面亮 下面不亮 那你要从上面开始拉 就是你拖的方向 它是从你拖的 上面一拉 连上面都拉了吗 就是又不想把上面的拉掉 就中间这块 就是我拉 就是说我 比如说我从中间开始拉 那它的亮就从中间开始 有没有这样子 就是它的方向反过来渐进 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是它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有时候 比如说蓝色 那个色温也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它需要一个改进的地方 所以就说一种变通的话 就是你通过这个brush 把这个不想要的地方给它刷掉 给它刷按就可以了 对那还是在brush 或者就直接用那个圆的 在中间拉一下 在刷边上的 用圆的刷 你再说一遍 用那个 那个不是还有一个圆圈吗 你这个是长方的 你说那个radiate的 对 对可以 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brush 和这个filter的这个combination 来达到你想修片的目的 好 呃 看看哈 咱们重新做一次哈 这一点 做乱了 咱们reset一下哈 好 这是 这个最初始的状态 然后呢 咱们想把这张照片给它 下面这方拉亮 对吧 shift 这个key 另外它这个渐进程度 也不能改的是吧 是不能改的 百分之二十五 五十 百分之百 像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最下面 那个线往上拉 再往上拉 但是它这时候下面就 一直是百分之百 对没错 最下面的线一直往上拉 一直往上拉 下面这里可能一直都是百分之百吧 按照道理的话 就是说它呢 照理说它这个变化应该在两条线之间 对不对 对 但是它不是这样 它下面也是也会出现 百分之百 好像是百分之百 跟那条最后那条线一样 对 所以就说咱们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变通一下哈 比如说现在刷好了对吧 然后呢 假如说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咱们再往再往又刷一刷 这中间的这一块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Brush 记得咱们刚才讲的 Brush是Global还是Local啊 是Local对吧 它不是Universal的 不像这个 不像这个刚才讲的这个Filter 只要你说好地方 它都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通过这个Local的Tool来Control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想再加加量一点哈 点击一下Brush 不是那个Filter里头的Brush 等会好 Make Active 然后这时候呢 选用这个Brush 然后呢 我想再把上面那块再给它弄亮一点 好 好 我再把这个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我拽 哦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要把这个Auto Mask 给选上哈 我已经选上了哈 你选上的话呢 这个Size 这个Brush Size太大哈 所以呢 他出现了一些 你不想要的一些那个Effect 可以把这个Brush 给它Size弄小一点哈 这个Bush 这时候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你看了吗 你刷一遍以后 你就发现 刷过的地方和没刷过的地方 这个这个渐变啊 非常的清晰 对不对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们就发现 它没有语化 哎 我检查一下 看看我的语化是多少 我的语化是零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种情况 你应该把语化呢 给它弄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从变到不变的这个界限啊 就是一种过度的这种比较Smooth 好 这样的话呢 上下都比较 比较比较那个亮了 这是一种办法哈 还有一种办法呢 你可以通过相反的办法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再把这张照片还原哈 今天一点脱藏了哈 九点半的 比如说你觉得下面太太暗 对吧 哎 你可以把那个上面呢 给它变暗 然后呢 在整个照片给它变亮 就是通过一种相反的这种呃 想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这个时候用那个光学渐进去还是有用的呀 非常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像你拍这种这种情况的照片的话 你肯定是要用这种办法来解决 啊 然后另外我注意到哈 就是最新的lightroom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加了 呃 几个option 呃 大家你看看自己的这个lightroom哈 这个地方呢 多了几个option 一个叫 呃 叫range mask option range 就是 R-A-N-G-E mask 它是说 通过color 颜色 或者是luminance 就是光亮度 来 变动 我这个版本是没有的 呃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 稍微的呃 做下功课 学一下怎么用 怎么运用这个range mask 好 这是那个graduate filter 最后呢 咱们讲一下这个最后一个tool 就是这个圆圈 叫radiate filter 这个radiate filter呢 跟graduate filter呢 非常的相似哈 咱们把这张照片给他还原哈 好 再把这张照片copro以后呢 哎 我想 达到什么目的呢 比如说咱 刚才咱们做过的话 呃 我人物人像照片 我想把这个subject的突出 我要把这个周围的背景 那个亮度变暗一些 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radiate filter 来达到 点击一下 然后呢 这个鼠标呢 点了就变成了一个加号 就说明你可以去 呃 把它用作这个radiate filter 呃 同样哈 假如假如 假如说你不用任何的那个 左手 那个 键哈 你这样右手啊 去拉 你可以把 拉成一个圆圈 或者是 椭圆圆 或者是正圆 啊 这个 你想 cover the area 给它cover住 哎 这是手动的啊 或者呢 你可以 左手 按下一个shift key 然后呢 这个 右键盘啊 点击一下 哦 没有 说错了 左手按下shift key 然后呢 右手 我给它 我给它 再 把你的鼠标往下拖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助你 给它弄成一个 呃 标准的圆形啊 这是一个option 假如说你需要一个 一个 那个 perfect的那个circle的话 可以用shift key 另外呢 还有一个shortcut 就是alt key 大家 左手 按下这个alt key 然后呢 这个mouse啊 按下去 click一下 应该是 哎 等我啊 怎么又跑出来了 怎么 怎么不work了 怎么 哦 说错了 说错了 是control key 呃 左手按下control key 然后呢 那个mouse 点击一下 哎 它就会给你 create一个perfect oval 看到没有 都是顶边的 然后这种情况呢 你在manually 给它缩小 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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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地方 非常重要 这个radiated filter啊 它起作用的地方 是在这个圆圈的外面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画了圆圈吧 哎 我现在想把它变暗 对吧 把它变暗 它起作用的地方 它起作用的地方 是在这个圆圈的外面 啊 这跟你 大家可能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画圆圈嘛 一般的 一般的想法就是说 我做任何变动 变动应该在里头 对不对 哎 这个 这个地方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它的变动是在外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呢 那个lightroom呢 给你提供了一个选择 比如说你想 哎 把变动在里头的话呢 这有一个选择叫invert 假如你点击这个invert的话呢 哎 它就会把圆圈里头的做变动 但是 这个 这个use case呢 这个照片呢 我们想 在外面做变动 对吧 我们只是想把里头变 那个 更亮一些 当然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办法啊 比如说我再做一次 我 先 画圆圈 ovo control double click 好 再把它 这个ovo 给它变小一点啊 好 这回呢 我要选择 变成 亮了 哎 但是呢 我是想把里头变亮 不是外头 所以我要click invert 太亮了哈 对 好 这是一种用途哈 第二种用途呢 我画看 比如说这样照片 这样照片太就是还 这个人 站的空间太大哈 比如说 我想 在周围啊 给它弄成一个 一层颜色 在这个四角啊 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来实现 好 首先呢 点击一下 radial filter 然后呢 control double click 好 control double click control double click 它就会给你画一个perfect 这个ovo 就是椭圆 好 这回呢 我要选择一下这个color 你可以选择color 比如说我选择 蓝色 绿色 黄色 红色 还是 还是这个purple好看一点哈 哎 选择一下purple好看 它就会 在你周围 给你涂上一层颜色 当然了这个跟那个brush和那个gradual filter一样哈 这里头的 这个选择啊 还是非常的多的哈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从那个white balance contrast shadow shadow situation 哎咱们来做做做一个一个练习哈 比如这样照片 我想把旁边啊都变成黑白的 好 首先点击一下control double click 好 这回呢我选择一下这个situation situation situation呢 哎 我给它降到百分 百分之九十一百 大家看它的起作用呢 是在 外面 这个圆圈的外面 它就会把圆圈外面 这个situation呢 给它降得很低 这样的话就变成黑白的了 它里面有很多选择哈 很多用途 这就是这个 radiate filter 那会让它降到到一个中间的 对那整个分子 另外一个动物 对它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不得了 应该是这个 很大 大家对那两个fer 挑一些 挑起来做第一道题 咱们把那个Alaska那张照片打开 首先呢把这张照片给水平线啊 通过这个鼠标drag的方式呢 把它drag y 然后呢 再用大再请大家用这个angle这个tool啊 把它水平线拉直 好大家都做一下好吧练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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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田老师他那个水平线就非要用手画 没有tool能帮助你自动设那个水平线 是吗 我听说最新的好像是有的 我这个是 我这个是没有的 对 一般来说是 对一般来说是menu里来画 好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咱们把 咱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哈 把张静这张照片打开 把它 裁剪成Portrait 这个Orientation 大家还记得这个short cut吧 把它把张照片变成这样的 好吧 大家都在做一下 那个short cut的是x哈 但是你一定要进入这个crop mode 才能用这个x 好 好 没问题吧 好 下面呢 回到阿拉斯卡那样照片上去 我想呢 把这样照片的这个 sensor的那个dask都给它remove掉 所以呢 我要用 用大家用那个 navigator page up page down 这个方式 来browse每一个area 对啊 用1比1吧 这个ratio1比1哈 然后呢 把这个navigator这个方块呢 移到最左边 然后用page down 看呢 有污点的地方呢 大家用那个spot removal 把它污点的去掉 那天老师我那个page down page up好像不work ok 不work 你那个 是中文输出 是英文输出吗 英文输出 英文输出 你是 你是 诶 照理说不会啊 你是window 还是 是那个 window 哦是mac 那用其他人用mac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吗 那没关系你就用鼠标来拖的吧 差不多 好谢谢 往下拖一下 再往下拖一下 同时我再那个强调一点哈 以后大家那个 把照片送送出去参加比赛呀 或者是打印出来呀 一定要一定要走这一个过程哈 因为在过去的 我参加过 就咱们摄影协会的一些那个照片评比哈 我都发现很多照片都有这个问题哈 假如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 肯定会影响你的成绩 好 咱们在 咱们在 咱们呢 下面用这样照片吧 用Jenny这样照片 用这样照片呢 进行一下裁剪 那这回呢 希望大家用上那个 呃 这个option哈 就是构图 那个assistant 什么意思哈 就说 用那个o key 然后呢 选择 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构图方式 然后呢 对这张照片进行构图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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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able 好 黄老师 是有什么地方要turn on 去修这个CLIP 吗 因为我这个上面就不修的那个 上角有CLI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很简单啊就说就是养成善于运用它的overlay的这个option啊 这个press the old key 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这个这个rule of third 把就是这个兴趣点呢放在这个中间的四个点上啊 因为人看照片的话呢他首先会从在那几个地方去寻找 好下面这道题就是编人像必须要绘的就是把这些那个雀斑啊 那个皱纹啊要去掉咱们还是跟刚才一样用那个张静那张照片吧 那千万不要跟他说哈我们用他的照片做做练习啊 哈哈哈他他其实脸上挺挺挺光滑的哈 没有什么那个好主要的把就是这个嘴唇上面这个地方几个斑点 然后这两个皱纹的地方去掉好不好啊 另外就是假如人像照片上有这个头发的话呢 你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给它去掉哈 注意这个spot removal 呃建议一定要用这个heel这个option哈 而不是用clong 好没问题吧咱们下面呢呃来练习一下这个brush tool 咱们这回呢呃用eva这样照片 这样照片呢呃你有时间裁剪也可以一下哈 假如你没有时间就不用做裁剪的呃这张照片作业呢 就是说把这样照片呢变成黑白的但是呢这个花呢 我还是想保保持这个color其他地方都有黑白的 好我提示一下哈用brush这个tool里头的saturation把这个照片呢都都给它涂一遍 除了这个花花的地方不要涂这个saturation呢就会把这个照片大部分呢都变成黑白的 像这种情况呢你你个这个brush size哈你可以弄的大一点啊这样的话就是少费点劲儿 像这种情况呢你你个这个brush size哈你可以弄的大一点啊这样的话就是少费点劲儿 没问题吧 天老师这个我这个好像变不了 呃什么东西变不了就不变不变颜色不变黑白的 哦ok估计是你的那个saturation的地方呃变得那个变动的不大好看我的看我的那个lightroom屏幕 首先点击brush对吧然后呢从这个dropdown list里面选择这个saturation对吧 然后呢你make sure这个saturation是负一把一直这个点在最左边 然后你再去刷还不变吗 jenni 我看一下你这个上面在改ok 我我来改一下我那个没改 嗯 嗯 对你这个saturation肯定是要变动啊不然的话 你不变动的话你刷了刷了你没用对吧 好谢谢 谢谢天老师可以了啊可以了啊ok好行 好 好好最后道题吧那个 实际上咱们做过哈就是用 这张照片 一吧 就还是用brush 这样吧用那个 radiate filter 把这样照片变成这个颜色 就是周围 都是 黑白的中间是彩色的 好吧 练习一下 怎么去create一个perfect oval 然后呢在 那个手工把它这个oversize个调小 然后呢选择一下这个saturation 然后假如说你觉得哎呦这个地方这个刷的不是很干净哈 你可以再加用这个brush 再把这一地方去manual再涂一下把它变成不是颜色 好没问题吧 好没问题吧 好我布置一下那个那个作业哈 呃我会发给大家两张照片 一张呢是这个人物照片人像照片 还一张呢呃现在还没找到是一张风光照片 呃我想让大家用今天所学的这些tool呢 把这个人像照片和这个风光照片呃给他修正一下 人像照片当然就是说把皮肤漂白 然后把这些雀斑那之类的都给他去掉 风光照片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把那些明暗的地方要给大家做做adjust 呃然后那些那个呃sensor的desk也要给他去掉啊 我会把照片呢呃发在群里头好不好 那行那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儿 然后假如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呃stay online 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呃再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